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医生 怎么样了呀 医生 我妈怎么样了 你妈呢本来就有高血压病史 这一次是突然严重了 医生 你一定要救救我妈 我妈手管十几年了 好不容易拉扯我长大 还没过过好日子呢 医生 小伙子 你先别着急 我刚才已经给她打过针了 现在情况已经稳定了 没有生命危险 如果不放心的话 可以留缘观察几天 我问一下啊 病人在晕倒之前 是不是受了很大的刺激 如果不想让病人再出问题的话 以后要让病人保持一个愉快的心情 千万不能着急 好 就这样啊 谢谢你啊 医生 妈 来人啊 今无足痴 人无完人啊 曹亮这个人纵然他有着牵绊的不是 可是我看他心地还不坏 刚才他妈那不是晕倒了 你看他这一路上的赵哥 我脚子还是个孝顺孩子 奶奶啊这个人就认为 这人只要有孝心 他这身体就是善良的 你看 咱们能不能给他再宽容吗 奶奶 我现在真的挺犹豫的 我也不是没给过他机会啊 但是他每次都这么辜负我 你说 我还怎么在相信他呀 然然 你那现在非把孩子生下来 可孩子不能没有爸爸呀 所以结婚 我是没有意见的 但是你要当单亲妈妈 我坚决不同意 玉玫啊 要不然 然然然要是同意结婚的话 咱们就先让他 上咱们那个没车房做点事 跟梁师傅他们学点手艺也不错 咱们也好究竟地监督他 妈 那是后话 先让然然同意了再说吧 妈 你醒啦 怎么上这儿来了 这医院这消毒水的味 怎么这么呛啊 你晕倒了 我晕倒了 我晕倒了 我在哪儿晕倒了 在然然家 在然然家晕倒了 我真的不上去了 你确定吗 我爸妈可都不在家 算了 算了 我们俩干柴烈活 孤男寡女 上去肯定要干坏事的 坏事 你这几天干的坏事还少吗 多一次也无妨啊 不是 你也知道 明天大老板来开会 我可不想 在他的眼皮子底下打瞌睡啊 好吧 我这次就原谅你了 你可得为我好好保重身体 听到没 听到了 那我走了 你也早点休息 要想我啊 随时都要想 随时都会想你 吓死我了你 怎么神出鬼没的 怎么样 腿好了 好多了 行 边走边说 什么 你在搭行李箱里 发了一个安全套 对啊 你怎么想的呀 我怎么想的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我知道男人是怎么想的 什么意思啊 男人看到漂亮女人 通常都会喜欢 所以男人喜欢在外面沾画热草 但是 没有任何一个男人 为了外面的女人 而放弃家里的一个 所以呀 他们就喜欢拖 能拖一天是一天 能拖一会是一会 如果没有变动的话 他们会拖上一辈子 那你现在 就是在给他一个变动 嗯 答对了 如果没有这个催化剂 那他什么时候 能走出第一步呢 他走不出第一步 那他什么时候 能走到我面前呢 哇塞 你也太狠了吧你 我能不狠一点吗 这种时候这种事 我要是不狠一点 他最后哭的那个人就是我 那要是 这件事情不是他老婆发现的 是他自己发现的 那你们不就败漏了吗 哎 我要是没考察过 我敢逼你捡招吗 他每次出行的行李 都是他老婆帮忙收拾的 回来 也是他老婆帮忙整理的 无一例外 所以啊 我早就吃定他了 我可做不到你这样 我没让你做成我这样啊 但是你必须要有我这个态度 我没让你立刻这么做 但是你可以慢慢学啊 不管在任何时候 该做的 必须都得做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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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 这个玩具太好玩了 我最爱爸爸了 爸爸也爱卡卡 好好好 来 爸爸抱抱 快玩家 哎呦 我帮孩子走 你 是 如果你 我太虚实了 你 好 我太虚实了 你 他 你 很 我太虚实了 站住 站住 傻傻乎 别跑 臭娘儿 站住 往哪儿站住 不然放开我 来 别害怕 没事了啊 有没有人哪 报警啊 别害怕啊 有没有人哪 来来来 来来来 没什么呢 去哪儿去哪儿 走 好 太了 这就是你了 走 太了 对了 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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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你 好 阿姨 阿姨 我看你恢复这么好啊 我就放心了 阿姨 没事 然然 我昨天晚上做梦 我梦你这肚子 那个小宝贝啊 叫我奶奶 这然然跟妈妈都在这呢 你这表个态 这俩人这事不就成了吗 大姐 是这样的 关于他们俩的婚事啊 我们还是有点条件的 讲条件当然允许了 这么年轻漂亮 我要是这个年龄 我得提一大堆条件 是这样的 第一呢 如果结婚以后 曹亮不能再游手好闲了 所以 我们准备让他 到我们家的美臭房来工作 就把他当成一般的员工 你觉得怎么样 好啊 这太好了 我要不是这岁数 我都想去了 答应啊 答应啊 第二呢 他写的那个保证书 不能当儿戏 结婚以后 绝对不能再去赌了 要是再去赌 我们就无条件离婚 孩子归我们杨家的 雨梅大姐 你这个条件的题目 都是合情合理的 我们亮亮也知道了 你说话呀 这孩子表个态 大姐 你的态度我知道了 那曹亮你呢 妈 我听你的 阿姨 我答应你 阿姨 你这么着急 你设计没问题吧 没有问题 在医院那么躺着才有问题呢 然然 你穿上婚纱肯定漂亮 肯定比电影里面那个还漂亮 谢谢阿姨 我时间一定穿给您看 以后亮亮欺负你 直接告诉我 你看我怎么收拾他 妈 我说要给你们做那个鸡串 那竹签子哪儿有啊 没在这边 阿姨 在这边 那我旁边瞅瞅看吧 好 竹签子 旁边呢 妈 我去趟厕所啊 你在这儿等着我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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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亮亮 哎 亮亮你去厕所了 这厕所在哪儿啊 你怎么在这儿呢 刚刚没有买到手机 那算了 走吧 好 妈也等 可佩啊 今天怎么这么高兴啊 请我们喝酒 你迟到了 对不起 对不起 今天呢给客户修改设计了 所以耽误了时间 对不起啊 对不起 没关系 赶得上喝这杯快乐离别酒就行 快乐离别酒 刚调的啊 谁跟谁要离别 我们亲爱的欣然了 今天啊 是她在这儿最后一天上班了 欣然她怎么了 你自己问她喽 哎 欣然人呢 哎 你住小妹来都别动啊 我来啦 欣欣 有 来了 嗯 为什么突然辞职她 这本来就是坚持的工作 也没有想一直做下去 辞职也是早晚的事情 可是你知不知道就因为你在 所以我 好了 反正钱 我是会还给你的 到时候找你要账户 这个我真的不值得 但是我不想再拖了 不归原主 你一定要这么彻底地离开 我已经不值得再用她了 我已经不值得再用她了 好 哎呦 上班时间化什么妆呢 浪费化妆品 妈妈 那你这样挤对自己女儿的 再说了 我长成这样能怪谁啊 还不是您跟爸爸当初 没有找一个好一点的模子 让我们有继承你们的优点 这么说话呢 我说的是事实啊 三十多岁了 还这么幼稚 什么时候才能长大啊 你妹妹都要出嫁了 你什么时候出嫁呀 妈 原来你是担心我嫁不出去呀 你放心吧 我要是嫁不出去啊 我就留下来 伺候您和奶奶 谁伺候谁啊 说到你妹妹啊 我正头疼呢 怎么了 这不都说了婚礼从简吗 这还有什么可操心的呀 从简又不是不败 怎么能不操心哪 再说了 她肚子一天天大起来 又瞒不过人 简半简半 可是亲戚朋友一大堆 就有好几桌呢 不过啊 妈以前送出去的礼 总得收回来是吧 对 早办早省心 嗯 妈 这个 上面的钱啊 是交设备的钱 工资 还有租金 你先把它放到银行里去 这早交晚交不都得交吗 干吗放银行啊 你傻不傻呀 放在银行里一天 就多一天的利息呀 这能多多少利息啊 多一分也是钱哪 妈 这个人真是的 妈妈 咱们这些钱 最迟什么时候叫啊 最迟两三个月 两三个月 不当家 不知柴米贵 对 喂喂喂喂喂 叶大哥你好啊 哎呦 可可大美女啊 怎么了 叶大哥 你旅游回来了吗 哦 昨昨天晚上刚回来 那你玩的累不累呀 你也知道 出去旅游不就这样吗 天天躺在沙滩上晒阳光 好好的给自己放松 放松不就是更好的充电吗 怎么了找我什么事 想我啦 哎呀你坏蛋 我呀是有正事找你呢 什么正事说 哎就是上一次 你跟我说的那个 投资理财的事情 我能不能找你赞索心的 咨询一下呀 啊 哎 那个 行啊 我这刚回来还没开始忙 我看看时间啊 啊 那个今天没什么事 咱中午一块儿吃个午饭 那就去 上次咱们一块儿去的卡通了呗 不见不散啊 拜拜 拜拜 太好了 崩沙甘蓝嘎 崩沙甘蓝嘎 又一条大鱼就这样上钩啦 小官挺帅啊 想投资啊 可可你终于想通了呀 我告诉你啊 这钱呀放到身边 不管干什么都是死啊 只有拿来投资 这钱它是活的啊 啊 我这个 现在才开始投资 嗯 会不会有点晚呢 哦 忘记啊 一点都不晚 这投资啊 跟做其他事情不一样 我这个月啊 买的那个期货 这两个月 一直是在上升趋势啊 如果你 现在想进来 呃 时间 还算可以啊 那个 嗯 我 这样 我也没有做过投资 要不 我先 投资得少一点 试试看 行吗 那 多少 大概十五万吧 行不行啊 啊 啊 稳住 一定要稳住 只要稍微失态一点 前面的努力就要回于一旦了啊 稳住啊 徐哥 是这样的啊 一般呢 买我的资金 最少 二十万 二十万 二十万了 啊 不过 你都是对客户 你不是客户啊 你是我的朋友啊 但是 规章制度咱们不拨啊 啊 你 差那五万块钱啊 大哥给你电影一下啊 燕大哥 你太好了 哎 可不要盲目崇拜啊 我呢 只配备 暗暗欣赏 不值得崇拜 不值得崇拜 燕大哥 嗯 这 我有件事情想跟你说 哎呀 有什么事 直接说 我吧 也没有什么顾虑 只不说有件事情想麻烦你 啊 你看 你都对我那么好 为我做了那么多事情 但是吧 这个钱 我只能够拖两个月 行吗 啊 妈 嗨 我还以为是什么呢 不是什么大事啊 这样吧 啊 这两天呢 我先回去 准备准备合同 啊 咱们呢 朋友归朋友 不过 其他的 还得按规矩 按规章制度办事 我 我到时候把合同拿过来 咱们签了 你把钱搭进去 啊 这样 你放心 我也欧了 你看怎么样 行行行行 这样太好了 是吧 那 那我就不用担心什么了 啊 好 来干杯 啊 合作愉快啊 啊 好 合作愉快 大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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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啊 哎呀 好漂亮啊 我感觉比刚才那件还好看啊 哎呀 你知道吗 我以前想象你穿红衣裳的样子啊 就会特别好看 没想到实际效果 比我想象中有好看一百倍呢 谢谢大姐 我觉得这也挺好看的 哎 人人 答应大姐 一定要幸福 好吗 嗯 嗯 你放心好了 哎呀 大姐 你看你哭什么呀 虽然我嫁出去了 但是我们在一个城市 以后可以常见面的 对 大姐不好 你结婚这么好的喜事 我应该高兴才是啊 好了大姐 别哭了啊 嗯 好 哎我给你拍张照啊 好 真好看 哎 真好 哎我说大致啊 哎哎 咱们不是约下午两点吗 这么早你非得拉着我过来干吗呀 这时间多了吧 她不打紧 我这不给英子看婚纱吗 哈哈哈哈 原来你早就是有预谋的 借着工作的名义嫁公祭司是吧 你知道干吗说出来呀 这人生嘛 不得多点一时二鸟一举两得 只有才能一发风顺不是 对对对 在你这嘴里啊 什么都是有道理的 走吧 这件也好漂亮 真好看 特别像美人鱼 这不错呀 本是个英姿 我觉得太花哨了 你看这款怎么样 哎呀大姐差不多了 我都试多少套了 哎呀我还没照够呢 好吧好吧听你的 来看看 来看一下 怎么样好看吧 这件还不错哎 是啊 这件也很好 嗯嗯嗯 嗯 这件也好看 嗯 这些人 大致 好巧啊 不错啊 这件事 的有脑袋 是不准备着呢 这是说话 她妈妈的连接这件事 她所发生的事 然后她一个人 你怎么敢举拨 她 attire 她对我 说她的男朋友 他真的能给你一辈子的幸福吗 未来怎么样 谁能确定 但是我现在唯一能够确定的是 我肚子里的孩子 不能生下来就没有爸爸 怎么样 很惊讶是不是 现在你该知道的不该知道的 都已经知道了 这样也好 这样 你就能彻底知道 现在的我是什么样子 也可以彻底地放弃 当初你离开我 我一直在编个理由 编一个我自己能够平静接受的理由 一段时间以后 我真的以为我自己找到了 我找到了一个又合理 又能够不伤到我自己的理由 我真的以为我自己的心情就平复了 可是现在 在你身上发生的事情跟我这个理由相比起来 又算得了什么 许诺 你别这么说 关于我们的过去 谁都没有错 只是 我们输给了时间和距离 人是要活在现在的嘛 不能一直活在过去 我明白 我真的明白 其实我明白与否 又有什么要紧的 不要因为我的存在 而给你自己任何的压力 做永远的信仰 也做一份幸福的信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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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 谢谢你 我这手艺这么好 真实的都浪费了 我织个石套 我到门口坐着卖去关键 我把回家路费都赚出来了 这谁发明这破玩意儿啊 妈跟这坐着跟你说了几句话了 你都不理我 我知道 知道 知道 你跟她叫什么劲哪 你别说了 出了出发哪条法律了 妈妈说话出发哪条法律了 谁发明的这个玩意儿啊 眼睛都坏了 妈 妈 奶奶 妈 妈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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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那小公主一样 好看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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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点啊 对啊 你赶紧你赶紧 就差你了啊你 好看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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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velation 我一直给你冲 Inte呢 医院 歌手 恭喜你 恭喜你 我拿帽子 我拿帽子 你先自伴 高兴了 你好不起啊 谢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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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好 您好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对不起 这是网络的电话已关机 展展 展展 这曹亮到底怎么回事啊 这客人都来齐了 他怎么还不出现呢 我也不知道 电话一直都不接 那个我婆婆呢 在外边呢 这到处乱门乱跳的 比咱们谁都着急呢 恭喜 谢谢 你干吗呀 你先来干吗 你先来干吗 您好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对不起 这是网络的电话 曹亮 你个王八的爱天闹的 给我滚出来 你是谁啊 我是谁 我来找照片上那个人 我还想问问你们是谁 我是曹亮的妈妈 你们这孩子怎么这么说 我给我儿子找爹 我跟你说 你儿子把我给睡了 把我肚子搞大 不好意思 男美琴来 好骗我说结婚 结果现在这婚是结了 是跟我结的吗 不是 不是男美琴 不是男美琴 是谁啊你啊 这个骗子 王八的 姑娘不要乱讲话 不要乱讲话 我去造她的枪 有了有了 我不要说 曹妈妈 还能跟我说 曹妈妈 你是养肆 是 你这衣服还挺好看的 是上次我过生日 你送我的吗 是吗 忘了 你们干吗呢 是曹先生 曹你个狐狸 曹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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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想问她 你还心吗 曹姐 曹亮给我削出来 你不是什么 曹姐 我来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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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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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儿子怎么回事啊 别着急 有没有糖水啊 这孩子怎么进去了 曹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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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年呀 早年 你睡会儿好不好 出了这样的事 我哪睡得着啊 那行 不睡不睡 咱出去吃点东西 好吗 您一天都没吃东西了 我吃不下去 您这是何苦呢 你还说我呢 当时如果你要不是 骂得他那么惨 你说他能离家出走呢 他要不离家出走 也不会被人去欺负 也碰不上那个草良 更不会跟那个小王八蛋同居 你看 造成今天这个样子 妈 这件事情 你念到我多少年了 我知道 你心疼然然 可你知道我心里的痛苦吗 当年李霞和杨锐做出那种事情来 他们一个是我最好的朋友 一个是我的丈夫 他们两个人双双背叛了我 我刚知道的时候 我的心都要碎了 要不是看在雷雷和欣宇面上 我真是死的心都有 我 因为啊 你的委屈啊 妈都知道 是他对不起你 我这个当妈的也对不起你 我没交易好儿子 你是个好媳妇 你进了杨家的门 是我们老杨家的福气 妈您别说了 真的 我当年就是念着你对我的好 才没有离开这个家 明霞难产死了以后 也是因为你一直在求我 我才把然然受尽了杨家 妈知道 妈知道 你当时特别特别的为难 可是你知道 孩子毕竟是无辜的呀 虽然他是个私生女 跟他生 是咱们杨家的骨肉 你说咱们要不把他抱回家来 就得送到婚儿院 妈不忍心 你 你们说的 都是真的吗 然然你 你 你怎么在这儿啊 佳金 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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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敢讨啊 酒店 我说亲爱的 今天是你休假日 不是喝酒日 你就是和前女友嫁人吗 你至于吗你 把自己喝死了 你知道什么 给我讲 我就是不明白 你那前女友到底是何方神圣 连你都别让你的七婚八素的 想知道吗 嫁我 讨厌 等着 我天护了 天护了 你都不赫着 再给你的开心 我就是说 我去看 attack 我去看你 你走 我去看你 我去看你 妈 要不这样 让她先安静一会儿 有什么话明天再说吧 你好呀 然然 孩子 你今天就早点睡 有什么事咱明天再说 信任就不要做信任 我跟你说过很多次了 对待爱情唯一的手段 就是不择手段 睡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不要再这么说我了 妈 从小到大 你没有去跟我一次嘉奖会 你从来都不关心我 你对我跟邓姐姐他们就是不一样 现在爸爸怎么了 我比谁都难过 你为什么还要这么说我呀 你不要再说了 你先帮我气死是不是 玉妃 妈妈 你得知道我这辈子过于 妈妈知道了 我这辈子多不容易 你给我把这丝丫头养大 他一定没办法知道 你念我的好吗 妈妈 妈妈 你醒了 venidos 好了 我 昨天晚上 我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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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很好啊 怎么啊 是脑震荡的后遗症又发作了吗 对对对对不起啊 我 为什么要说对不起啊 我 我昨天好像喝多了 说我 我对你做了什么事情 对不起 我不会介意的 因为昨天晚上 是我有生以来最幸福的一晚 对不起 许诺 我不知道你现在在想什么 但是我希望你能明白我的想法 我不会把昨天当成是一乱情迷的一夜情 我会把它当成是我们两个美好心开始 我知道 我不能因为昨天一夜的关系 就要求你像我爱你一样来爱我 真的 就算你现在不爱我也没有关系 从现在开始 我会一直等你 等到你爱上我的那一天